最近因为新牛杆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都相信说 吃蒜头是可以增强抵抗力的 也因此蒜头的价钱持续的高涨 目前的蒜头价钱 从美金的30块钱涨到了50块钱 需求量也是大增 不少工厂是加工 连假日都不能休息 云林这家蒜头加工厂 在假日没有休息 员工在厂内不停的加工 一双手从早到晚都没有停过 厂内堆满了一包 又一包加工好的蒜头 都是准备要出货的 老板说最近因为H1N1的关系 蒜头的行情探涨 需求量大增 工厂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假日 都没有休息了 现在蒜头的需求量都那种 稍微量 现在蒜头的价钱 从原本的美金30块 涨到了现在一斤50元 不过在好几年前的SARS期间 蒜头的价钱曾经涨到 70块钱 老板说吃蒜头可以增强免疫力 老板说不止一般民众和菜农 摊贩大量订购 就连养鸡的鸡农也疯狂采买 买回去之后蒜头加在鸡饲料里面 要让自己的鸡吃了更健康强壮 可以卖到好价钱 不过也因为蒜头卖的比较贵 相对的不少餐厅厨师炒菜 蒜头量也变少了 但加工厂老板不怕民众 会因为蒜头贵买气降低 反而看好后续的行情 目前加工厂的员工加班加到手软 虽然累 但是可以多赚点钱 真的是很开心 中文新闻 江大井 云林报道